谈谈的业绩股是特报国际1368 昨天公布了业绩 日利同比增长是7.2% 以及先派11.5港元的股息 这是CC 他说13.6元买入了 原本打算是中长线持有 他说现在是否要改变策略呢? 市场资金是否已经离开体育用品股呢? 如果按着买入价来看的时候 对比现在13.2元的位置 其实就是稍微高了一点 就着13.2元来看的时候 市盈率也有42倍 所以观众买入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其实倾向上来说 大概是43-44倍的市盈率 其实也不算是很低的市盈率 一般来说如果倾向一个长线的投资 就算是作为一些强势股的时候 尽量买入的时候 不高过30倍的市盈率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现在去看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 股值就不太吸引 短线来说 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机会是上市去到 13.8元去到14元这些位置 如果突破14元的时候 可以进一步 才在上网15元去到15.5元 但是你见到14元这些位置 可能都没力的话 我觉得走了才会比较适合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过一段日子之后 股价倾向下来 就介乎11元或者11.5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重新吸入 长线投资会比较好一些 好mir专专业 还有祭达 这些事情 可能太痜了 高 guard 倍率 头 继续 能 优优优独播剧场 达